U17世界杯上的选手到底有多选 他们不仅拼技术 拼颜值 甚至连打出的网球都会在地上疯狂旋转 没错 这就是白石藏之界的奥义 圆桌筹击 少年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对手也终于开始正视这名初中生 既然白石属于力量型选手 两人打算通过不断让他奔跑来消耗体力 可就在这一刻 白石的身后 似是出现了树道残影 他的速度之快 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少年提前抵达击球点 用一记大力抽球再度拿下一分 这一刻 唯有四天宝寺的同伴能看出来 白石所使用的 正是他们每个人身上最为突出的技巧 也正是受益于一直注视着大伙 白石才能毫不犹豫地踏足 将某一项能力特殊化的网球 正因为身在四天宝寺 他的圣经才能走得更远 原来在比赛的前一天 修尔将五维分析法传授给白石之后 他就一直在那里分析自己 少年发现 自己既不是力量型选手 也不是靠速度渐长的球员 画着画着 五维图竟然变成了一个五角星 最终 他将自己所拥有的要素合并为一 再通过一球全部展现出来 从而创造出规格之外的数据 传授白石五维分析法的修尔 愿称其为星之圣经 没错 这就是白石给出的最终答案 在进化之后的网球 也收获了大家的尊敬和认可 此时 平等院嘴角含笑 没想到身边 还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现在藏之界的数据 已经可以媲美全期了 能让平等院给出如此评价 可见白石的星之圣经有多么恐怖 修尔也连连感叹 藏之界并没有舍弃过去全四的圣经网球 在遭遇以上攻击时 还是会感到极限的 但如果他的表现 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出色 这场比赛或许会有 赛场中 随着白石再得一分 日本队以30比40拿到了局点 如果下一球赢了 他们就能将大比分改成为1比1 而他也是第一次 在这场比赛中摆出了pose 此刻 观众齐山的欢呼声 全部送给了这位完美少年 就这样 在高涨的战役之下 君导开始了这吃官重要的一球 白石已经完全适应了比赛节奏 无论如何 也要一口气拿下这一局 现在的白石 除了拥有无与伦比的进攻之外 就连防守 也能达到铜墙铁壁的级别 可尽管如此 想要打败对手 还是需要进攻 君导放出一记高调 看似没什么威胁 但却暗藏杀击 因为他瞄准的 正是双打选手最讨厌的位置 右手的巴尔特 左手的莫洛 他们现在 只能用彼此的后卫截击 来完成回球 这就给了君导跟白石 很大的进攻空间 可就在二人 准备转手为攻的时候 球影从他们中间 一闪而逝 反转出现了 对手出其不意的进攻 打乱了日本队的反扑计划 原来 莫洛与巴尔特 都是能够左右开攻的选手